AIPC会成为2024的投资主轴吗 看节目啰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集的 《产经吸引力》 一个可以轻松认识 《产经趋势》的频道 全球在经历了 将近一年的AI伺服器浪潮以后 不论是金融市场还是产业界 其实大家都把目光 移向更下游的AIPC 甚至有些法人已经认为 AIPC将是2024的投资主旋律 特别在上集的节目中 妍希跟大家分享 AIPC的代工厂广达 还有品牌厂计较 这集我们在针对这个主题 把重点回头放在PCB这个领域 将AI伺服器 以及AIPC用的PCB做一次整理 相信能帮助更多的好朋友们 掌握今年的AI商机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一样进入主题前 记得帮演习订阅 按赞跟分享 你的小小动作 就是对我们的大大鼓励喔 OK我们转场吧 AI之所以会大红的底层逻辑 源自于大幅提升现有人类的工作效率 三个AIPC的应用情景 我说给大家想象一下 首先呢 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 那么你就可以透过描述 让AIPC直接生成图片 影片甚至音乐 对一名老师或者学生来讲呢 AIPC能够快速的提供 特质化的学习计划举例喔 今天如果是学程式设计 那么在用AIPC学习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透过AI系统 即时互动式的教学 那最后呢 再来你看到需要长时间紧盯电脑的上班族 除了可以用AI来做数据分析 视讯会议以外呢 甚至可以直接用来撰写报告 还有呢 同时帮你完成编辑跟校对 说白了 其实前面提到的就是 AI呢 将大幅提高工作效率 甚至达到科技起点的地步 自然啊 就有很大的机会 推动新一波的换机潮 这也就是现在的市场 为什么这么看重AIPC的原因 那在实际的执行层面呢 AI从企业端下降到消费端的速度 其实是非常快喔 这里我认为原因不外乎有两项 第一项是企业端的AI投资成本 非常的大 让企业呢 有加速回收投资时间的压力 那第二点呢 则是全部的产业链 乃至金融市场 都在热切期待 未来AI时代的新商业的获利 于是呢 资本疯狂投入的情况下 又回头进一步 刺激产业的加速投入 从软体硬体供应商的角度呢 AI其实就跟 规格升级划上等号 而规格升级呢 又隐含着产品的售价 还有收益会增加 所以啊 当然不止微软 大力主导AIPC的换机潮 Intel呢 也推出AIPC的加速计划 根据最新的外媒报道 微软将在2025年10月 终止Windows10的支援 由于呢 Windows10在全球装机量高达七成 那Windows11呢 现在呢 只有25% 为了让使用者可以更顺利的升级 所以微软呢 计划在2024 也就是今年的6月 推出Windows12 不仅呢 加入更多的个人化主题设计 还有内建更强大的防毒软体 同时将AI的技术 视为最大的卖点之一 据传呢 将以Copilant的功能 取代点击开始的功能表的模式 同时呢 扩充语音命令 还有档案总管的存取这些功能 将完全改变使用者的体验 那为了支援Windows12 Intel日前呢 也发表了代号Meteor Lake的处理器 抢供AIPC的市场 而且呢 同步推AIPC的加速计划 像独立软体 还有硬体供应商 提供HOO Ultra的处理器技术 AI工具链 以及工程设计 还有硬体等 其实根据法人最新的统计 目前Intel已经超过 100家软体的供应商合作 像是这些 哇 非常多家 并且呢 推出超过300种 AI加速功能的开发 此外呢 法人又在报告中表示 首波的AIPC 除了少数最高规格 配备有NVIDIA的 RTS40系列的独立显卡以外呢 大多数其实只搭载到 Intel的内显晶片 这就表示 品牌厂只要使用Intel的内显 就可以执行生成式的AI 那大家都知道 AI伺服器几乎只能依赖 NVIDIA的GPU 但现在呢 光靠Intel 就可以在个人电脑上 执行生成式的AI 等于Intel将在AI的领域 拥有更高的话语权 那在微软 还有Intel大力的推广下呢 法人其实普遍预期 AI PC的买器 有机会逐渐升温 跟刚刚开头提到的 AI PC 将成为2024的投资主轴的原因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今天的主轴 AI用的PCB 这里呢我依照营收占比 帮大家做出区分 其中伺服器的部分 主要还是以金像电为主 AI PC呢则是看到汉与波 那首先我们先看金像电 由于NVIDIA的AI伺服器的拉货 市场普遍预期金像电 第四季的营收将优于预期 特别是现在台湾厂的驾动率 已经满载的水准 苏州厂呢也有九成以上 仓收的一厂二厂则落在八成的水准 让法人呢直接上调 去年的第四季营收到88.99亿元 预估单季税或EPS2.66 那展望整个2024 金像电除了受惠 NVIDIA订单延续之外呢 他让第一季淡季不淡 甚至已经喊出过年要加班了 包括呢 Intel通用的伺服器 从原先的 Whiteley的14到16层 提升到Eagle Street的16到18层 单机厂值 渴望比Whiteley的时代提升五成 那还有呢 ASIC FPGA 以及TPU AI伺服器的订单哦 那另外一方面 又随着400G 甚至800G的交换器的需求 在今年会逐渐上升 也让金像电的高阶产能 已经不够使用了 所以呢 金像电近期计划用CBE 筹资40亿元新台币去扩厂 那以转换价223.1计算后 股本大概稀释3.65 这个数字就给各位啰 整体上来讲 法人预估金像电 2024的营收383.62亿元 EPS则是创高来到12.99元 我们再来看一下汉宇波 过去呢 汉宇波在AI相关的 营运比重比较低 所以法人其实一直是持平看待 他的发展 虽然汉宇波本身也计划 长期去逐步降低PC 还有NBA的产品接单 而且同时他要增加非PC类的产品 像是伺服器啊 网通啊 车用啊 或LCD这些高毛利的项目 并给出未来两位数的 营收占比的目标 但是截至录影前呢 公司在NBA的PCB版的领域里面呢 仍然占有四成的占比 不过呢 这个看似没有什么发展的品项 到了AI PC的时代 情况其实有点不一样 在未来有换机潮 同时呢 规格又要升级的带动下 身为笔电PCB龙头厂的汉宇波 市场就可能会高度期待 未来呢 能够加速改善当前的获利结构 所以呢 有兴趣的好朋友不妨 也把它纳入你的观察名单 好啦 今天的重点差不多聊到这里 我一样整理一下给大家 第一点就是 AI将大幅提高工作的效率 基于这个效益呢 从2024年开始 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推动新一波的 PC的换机潮 那第二点呢 全球的PC产业最源头的供应商 也就是微软跟intel 目前呢是大力推动下 所以AI PC的趋势是 势不可挡 各大品牌的厂商呢 也全面去支持AI PC 让零组建厂出现 规格升级的商机 那第三点呢 在换机潮 还有规格升级的带动下 台系的PCB厂中的 金像店跟汉宇波 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认识咯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最后记得 帮演戏按个赞 按个分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咯 塔半头部 首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时采物理本机 本节目资料请提供参考 投资能硬度为判断 实试评估 命字不投资方向 塔半头部 一一尽管头部 新次第015号 字幕志愿者 杨宇波